Uber高层透过视讯与众星常商员工宣布裁员休息 在历经5月7号裁员3700名员工之后 Uber再度宣布裁减3000名员工 并关闭全球45处办公室 由于肺炎冲击 Uber今年4月订单量比2019年同期奏减80% 虽然目前主推的外送服务Uber Eats表现亮眼 不过营收依旧难以平衡Uber的营运成本 Uber在全球有26900名员工 不到两周内已经采减近四分之一的员工 Uber CEO Dara Khosrow Shah Uber目前可能着手调整非核心业务部门 而它的最大竞争对手Lift 上个月也采减982人 占员工总数的17% 共享住宿平台Airbnb则裁员1900人 约占全球员工25% 中共肺炎疫情横扫全球新创企业也难以熄灭 新唐人亚特电视赵婷玉整理报道